陳時中卸下指揮官和新日老戰友們關係還是很密切 10月27號衛福部長薛瑞源指揮官王碧勝 和發言人莊仁香到進總密會後就這麼巧 10月31號高端就公布疫苗平均單價 外界猜測這時間點好巧 選在11月5號北市辯論會前 難道是替陳時中搶先猜蛋嗎 如果是這個的話 你們再看清陳時中部長了 他這些事情完全都掌握在自己手裡 否認業會陳時中背後有貓膩 但是盤點政府護航高端可是用心至極 沒有做完二期試驗高端疫苗 卻在2021年6月通過EUA 六云高層還身體力行 帶頭接種高端 陳建仁甚至力捧高端就是台灣第二座護國神山 偏偏正義連環報高端第二期臨床試驗 還爆料有中資公司丘伊斯介入 即便是最有台的日本也不認可高端疫苗 為此指揮中心還公布補打方案 高端還承認幫富日民眾補助PCR的費用 蔡政府對高端一路開綠燈 高端疫苗EUA要到選後才能公布 這難道不是又是另外一種黑箱嗎 與其民進黨一直在配兒一直在顧慮民進黨 自己的縣市長選情 倒不如好好真真正正的對國人健康有所交代 態度一路以來就是抹黑 質疑打壓 國民黨委員才是擁有高端股票的 如果真要上下其手 恐怕國民黨的委員他們更需要出來把話說清楚跟講明白 扶植國產疫苗沒問題 但癥結在於高端疫苗背後聯動的不只是擬定政策的指揮中心 恐怕還多了陳時中這號人物 北市三角都圍繞高端疫苗爭議 吵個不停恐怕不止傷了候選人的聲量 考驗的也是選民的重誠度 歡迎收看莊平達宋晨寅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